在苏塞克斯公爵夫妇哈里·梅根辞去王室高级成员职务 并确定不会重返王室后 伊丽莎白二世女王剥夺了她们的头衔、特权以及各项职务 但最令哈里痛苦的是失去了她的荣誉军衔 在2021年接受过奥普拉·温福瑞采访时 梅根对丈夫失去军衔进行了这样的描述 她声称在女王做出决策后 哈里一度难以从悲伤中缓解过来 并表示她也认为女王这样有些太过残忍 在外界看来王子的反应和梅根的说法都让人有些难以理解 毕竟不再作为王室高级成员 本就不该再担任那些重要军职 并且尽管哈里曾经入伍十年 她因为离开王室 失去的家人朋友在人们眼中也比这些职务重要得多 而伦敦大学宪法学院教授鲍伯·莫里斯 在接受采访时解释了让哈里如此痛苦 以及让梅根认为女王残忍绝情的真正原因 鲍伯·莫里斯博士指出 在王室千年的历史中 每一个角色都有着非常准确的定位 人们普遍了解的只有君主的长子会成为国王 而作为替补的次子或更小的孩子 往往会进入军队 一定程度上来说 这就是他们的命运和职责 也就是说 在女王决定剥夺哈里君旨的时候 意味着她对王室已经不再具有任何意义 换句话说 就是王室已经彻底为哈里关闭了大门 我们来简单地解释一下 很多人都知道排在王位继承顺序的第六位 但这并不代表她仍是王室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在哈里王子出生时 她是王位的第三顺位继承人 仅次于威廉王子和她的父亲查尔斯王子 但随着威廉王子的孩子出生 哈里的继位顺序不断下滑 并且在未来还将继续下降 所以在继承权上 哈里能够体现出的重要性 完全可以忽略不计 在这种情况下 能够体现哈里在王室重要性的 只有她作为次子的职责 也就是她的君职 当这些职务被收回 并且被重新分配的时候 意味着哈里已经失去了 她在王室的角色 莫里斯博士这样说道 这种后果是哈里和梅根 在离开时就应该考虑到的 所以在离开时 他们王室的长辈会再三劝阻他们 但他们希望在生活中 扮演自己想要扮演的角色 对于君主制来说 哈里梅根的离开是巨大的损失 因为他们本来被寄予厚望 成为王室成员 希望他们成为的那种 现在一切都已经成为定局 她回不来了 从客观的角度来说 女王也曾给予了哈里后悔的权利 在2020年 哈里王子签下退出协议时 女王为她设立了为期一年的审查期 并保留了她的君职 但在审查期结果时 哈里并没有改变想法 也许 这位王子当时在赌 赌她的祖母 不会真的为她关闭回家的大门 但她总要为自己的选择付出相应的代价 不过 据知情人士透露 哈里仍想要拿回她的君职 不知道 这是否代表 哈里仍想要在未来 重返王室 英国剑桥公爵夫妇威廉凯特 已经携手走过了近20年的时间 由于他们上一代的王室成员 婚姻都不太美满 而他们在公众面前 又严格按照伊丽莎白二世女王的要求 和对方保持距离 这让很多王室粉丝 都曾对两人之间的感情感到担忧 但在本周 这对夫妇出席活动时 威廉的一个举动 却让人们感受到了 他对妻子满满的深情 在本周 威廉夫妇与其他王室成员们 一起出席了 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 举行的英联邦日礼拜活动 当两人身着正装 出现在活动现场后 立刻引发了在场民众的欢呼 子在活动过程中 威廉夫妇表现得很轻松 笑容一直洋溢在两人的脸上 这与2020年 苏塞克斯公爵夫妇 哈里梅根与王室成员 最后一次出席该活动时 两人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子在这对夫妇离场时 外面下起了小雨 早早等候在外面的孩子们 看到凯特后 立刻捧着鲜花 向他跑了过来 而凯特也立刻迎了上去 蹲下身 接受了孩子们的鲜花 由于凯特直接迎了出去 导致他直接暴露在了小雨之中 注意到这一点的威廉 立刻转身 从身旁的助手那儿抢过一把雨伞 冲上前把凯特护在了里面 子王室专家丹尼拉·艾斯尔在事后宣称 威廉王子的举动充分证明了 他和凯特的感情 在十多年之后 依旧牢固 他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写道 威廉王子用短短的三秒钟 完美地揭示了 什么叫保护妻子的本能反应 他的视线从未离开过凯特 这让他能够在凯特做什么的时候 立刻做出反应 这非常令人着迷 子威廉贴心的举动 也引发了王室粉丝们的狂热 一位粉丝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文写道 我真的太爱他们了 他们总是这样 在不经意间表现出 他们对彼此的爱意 另一位粉丝补充道 我认为 这笔无时无刻的秀恩爱 更能体现出他们感情的牢固 还有粉丝表示 这就是本能 这才是真正的爱情 永远为了另一方着想 他们永远都知道 对方会无条件地支持自己 子在苏塞克斯公爵夫妇哈里梅根 离开王室前 这对夫妇从不吝啬在公众场合 表达对对方的爱意 包括牵手、亲吻和拥抱 而外界民众也曾一度 被他们公开示爱的举动所吸引 但在几年后 这对夫妇被发现 也开始在公众面前保持距离 这种反差反而让人们意识到 他们已经度过了热恋时期的甜蜜 他们是王室除女王之外 最受欢迎的成员 也是外界心中的模范夫妻 不过作为王室的平民王妃 外界曾在两人关系初期 质疑过凯特接近威廉的墓地 在当时 有传言称 凯特的母亲卡罗尔夫人 处心积虑地帮助威廉凯特 制造机会 试图将女儿送入王室 还有消息称 凯特对威廉仰慕已久 在两人相恋前 床头就贴满了威廉的照片 但其实 在两人关系公开时 威廉王子的态度 就已经打破了这些谣言 威廉凯特在大学时期相遇 在确认关系后 两人因威廉王子的身份 太过敏感 尝试隐藏了恋情近一年的时间 但在2004年 两人一起外出度假时 却被狗仔拍到了 坐在缆车上的亲密照片 在当时 英国王室 曾与媒体之间达成协议 要求 对方在威廉王子大学期间 不得以任何方式 窥探他的隐私 打扰他的生活 但媒体界 却玩起了文字游戏 他们认为 威廉在度假期间 并非在校 所以这张照片 立刻登上了 更大报社的新闻头条 自此 威廉凯特关系曝光 如果凯特是有预谋的 接近威廉 这一情况肯定是 他和他家人最希望看到的 但在照片遍布后 凯特却因难以承受 巨大的压力而感到痛苦 并担心他的家人 也会因此受到牵连 这直接引发了 威廉王子的怒火 据王室内部人员回忆 当时 威廉王子很生气 他一直在强调 这可能会对凯特 和他的家人 造成怎样恶劣的影响 并试图说服他的祖母 为凯特提供保护 但王室之中 没有人同意他这样做 由于关系的曝光 凯特最后在完成学业时 压力比普通人大得多 外界全是关于 他和威廉王子的流言蜚语 而在他们毕业时 威廉用实际行动 让人们闭上了嘴 威廉王子为庆祝 伊丽莎白二世女王的 白金喜年 王室成员们 将在未来的几个月时间 前往54个英联邦国家 进行访问 其中 剑桥公爵 威廉王子 和公爵夫人 凯特米德尔顿 将在几天后 代表女王 前往加勒比地区的 三个国家 在3月19日至3月26日的七天时间里 威廉夫妇将前往 伯利兹 雅买加 以及巴哈马 据称 凯特对这次访问 非常期待 因为他们将在此期间 参观多处古文明遗址 并探索生物多样性 这些对凯特来说 都极具吸引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启点赞 订阅 启点赞 订阅